哪一些这种星座的人呢 真的是一个超级购物狂 哪些星座的人呢 是超级购物狂 那么这个要参考太阳上升 还有金星 为什么我们要看金星呢 因为金星跟你的购物的行为 跟习惯有关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上榜 太阳上升以及金星 如果是落在 双子座的朋友 你是超级的购物狂 什么原因 双子座的朋友呢 他是特别爱团购 而且他还会出价 揪团来这个消费 他是出价揪团型的 这个双子座对哪些物品 他特别喜欢购买呢 对生活日用品 比如说我用了一个什么牙刷 特别好用 你一定要用 这个刷了牙以后 不会有这个牙床的一些问题 或说我用了这个肥皂 特别好用 你一定要用 用了以后改善肌肤 而且不会长痘痘 他这个不只是自己爱买 他还喜欢找他自己的邻居 找自己的同学 或找他的网友一起买 而且跟他们讲说 你现在买就没有错了 会比平常买还要更低廉 或者是更廉价 更优惠 所以双子座是属于超级的购物狂 对日用品没有这个抵抗能力 再来我们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如果是 金星落在天秤座的朋友 我们赌林哥是天秤 林恩也是天秤 Ivy是天秤 金星也天秤 不会公众了吧 这些天秤座的勾狂 到底买什么 大家来看一下 是超热心 而且是属于溃正亲友心的 这个天秤座自己买之外 他会找理由 就是说 我觉得我妈妈也需要 我姐姐也需要 因为这个理由而买了 超多的这个数量 或者是一些 超多的这个品项 但是他都会说 不是我自己要用 是我帮别人买 那么有时候我是要送人 我是要当作伴手礼 那么他们对哪些物品 是超级的没有抵抗能力 对于一些跟美容化妆品 或是服装鞋子包包 尤其如此 爱美 对 其实真的是爱美的 而且天秤真的不是帅哥 就是美女 基本上 而且他们对一些 那种什么小饰品 就是说好像价钱都觉得很 不会去考虑动头脑的 那个一些价钱的一些物品 他从来都是少货这样子 他觉得说我要送人的 或者说我谁谁带这个 一定很好看 他会因为这个理由 而变成超级购物化 你说帮自己买的算 天秤有时候就想说 如果说中秋送礼盒 那想要面面俱到 想半天 这个老师要 这个老师 还谁化妆组的 头发组的 谁谁谁 想了半天一个不能少 就是不好意思了 想要这个烦事 所以要买就买到全部人都有 那不买就是赶快的理性思考 在那边看到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金星 如果是落在这个星座 也是超级购物狂 双鱼座 双鱼座是什么样的类型 它是属于爱囤货的类型 而且会堆在家里面 像仓库一样是堆满仓库型 这个双鱼座 一讲到双鱼座 就跟这个沐浴族有关 而且他们对食品 也没有抵抗能力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家里有双鱼座的家人 或者说你男女朋友 是双鱼座 你会看看他们 是不是特别喜欢 买一些零食泡面饼干 或者是说什么布丁 或者是一些这种 可以这个及时快煮的 一些食品 他们喜欢囤积这些东西 而且把自己的这个厨房浴室 或者是说 自己的一些控制的房间 堆得跟仓库一样 他们也是属于没有买东西 没有买到东西 或是家里面没有囤货 就没有安全感的购物款 所以有上网的朋友 双子座 天明座 以及双鱼座 都是属于超级购物款 给大家做参考 是什么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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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